大家好,新冠疫苗,牛津大学是一个疫苗,大家非常关注的,英国的疫苗,牛津大学研发的 现在这个疫苗出了一些状况,被暂停测试了,这个疫苗现在出问题了 是什么消息呢?是牛津大学合作和阿里斯康合作的疫苗测试中 因为一名受测试者出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症状,所以现在紧急叫停了这一测试 阿里斯康当地时间周二暂停了新冠疫苗的测试,原因是其中一名受测试者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症状 他们强调,这在疫苗测试中是预防性标准程序,主要是确保实验疫苗不会受测试者造成严重反应 阿斯拉利斯康声明指出,这是一项例行程序,每当有潜在性无法解释的症状发生时 就得采取有关措施,在调查的同时仍能确保维持试验的完整性 在大型测试中,症状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必须小心独立检视,我们正与专家处理此个案 把任何冲击试验过程的潜在因素降至最小 在经过第一第二阶段测试后,阿里斯康所研制的疫苗被外界高度期待 能够在市场上率先上市 近期第三阶段测试约有三万人参与 同时在美国、英国、巴西、南非进行 这也是美国境内唯一三进入第三阶段实验的疫苗 那么现在被叫停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牛津大学这个疫苗啊 现在看来很可能不能按时上市了 因为疫苗实验都叫停了 这个症状也现在没有报道啊 说到底是什么症状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危及到受实验者 危及到他一定不是什么好的症状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疫苗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有什么 都是有安全性的 因为里边一定会有一些人打这个疫苗以后 他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 甚至危及到生命 所以我说了啊 中国的疫苗都算出来 你如果不是在啊 不是在海外工作 或者没有这个长期世界旅行的这个 去国外工作生活这个必要的话 不要轻易打疫苗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疫苗对啊 对哪些人啊 会产生这种不好的反应 疫苗本身是什么 其实就是病毒 只是这个病毒是一个灭活的 它在你体内产生了一些抗体 让你啊 避免再重新再得 你得过了 有抗体了 不会再得 但是 这个病毒一旦进入你体内有些人呢 它这个体质不一样 它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 甚至危及生命 所以我还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疫苗不要轻易去打 不要以为那个疫苗 对你啊 就完全无害 对有一些人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 打了以后 很可能会产生危机生命的 那这一次这个啊 这个牛津大学 这个疫苗实验就终止了 现在就暂停 什么时候恢复 没有说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牛津现在这个阿里斯康与牛津大学合作这个疫苗 肯定是不能正常上市 不能按照正常的时间上市 因为它现在没有公布什么时候恢复继续实验 之前大家对牛津这个 是吧 对英国这个疫苗是抱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非常的 而且觉得牛津这个大学这个疫苗应该是 最安全的 最有安全性 那从现在看啊 他这个第一时间不能保证 安全性也不能完全保证 对吧 至少现在有一例已经发生不良反应了 马上就叫停了 所以总体来看 疫苗这个事儿其实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搞成的 有些国家叫的很高 啊我们把疫苗搞成了 对吧 你看有些那些小国搞的 你敢打那些小国的疫苗吗 为什么疫苗现在被当成一种啊 当成一种战略工具 战略武器来用 就是说这个疫苗有些小国心里有数 我媒体上报道上叫的非常狠 实际上我们这些科学家 很多小国科学家 他是没有实力来研究这个疫苗 最主要是什么 你得有测试环境 小国人口就寡 小国寡民 他人口测试都不行 人口上测试都不行啊 他没有那么大的人口 他测试很难 所以他必须得和这些大国合作 那大国现在手里有这个疫苗 就完全可以什么 当成政治工具来用了 俄罗斯 俄罗斯率先的那个斯布鲁特 人家就直接发布了 而且现在我看 大量的人也开始测试 结果还没出来 英国这个也是 英国这个现在也出问题了 中国美国都有疫苗 还是我之前我告诉你的 现在世界上能造疫苗 很多国家说我们都能造 我们将在什么什么时候出来 都是骗你的 那个疫苗出来以后 你也千万不敢打的 不能打的 因为有些国家那个疫苗就算有了 你打完了以后 对你自己安全也是没有保证的 但是我为了什么 为啥我出了疫苗 因为大的大国的疫苗出来了 我有疫苗了 是吧 别人肯定不会买我疫苗 傻子才买我的疫苗 我这疫苗是什么 我这疫苗是小国造的 小国家造的没人敢买 所以我就说 我就对内宣布吗 我疫苗出来了 可以上市了 然后没人买我的 我做个政绩 而大国疫苗大家都用 我也用 我也用 而我不用自己的疫苗 这回你明白了吧 这些很多小国 它是这么一个心态 你别看他 让我们疫苗也出来了 但你敢用吗 你的疫苗 你不敢用 你自己都不敢用 所以这个疫苗这事 你可以看出国力了 这就相当于一场战争 只有大国有这个能力 最后还是把这个疫苗能控制住 现在国家 从国家各个阶层的实力来看 你可以看好 世界上就这么几个 处在前沿为止 联合国 就这几个 常人理事国 还是在这 科技实力在前排的 就这几个 所以疫苗这事 我觉得 后续和有很多国家的疫苗 相继也出来 但你要记住 还是排在前辈的几个大国 记住得是大国 人口至少得过亿 这种大国 它的疫苗 你才能相信 小国家出的疫苗 你千万千万不要 什么 过于相信 打上去以后 可能会致死的 它小国是为了什么 做政绩 给大家看 给自己国家国民打打鸡血 我们也有疫苗了 但是用的时候 绝对不会用自己的疫苗 还是大量的采购别的国家疫苗 大国的疫苗 你这里边涉及太多的 太多的技术 太多的还有实验 你还得人口得够 实验环境得够 哎呀 所以现在从疫苗这看 美国现在疫情 我看一时半会儿真的很危险 马上十月份了 美国的疫苗十月份 准备上市 也就剩一个月了 英国的疫苗又完蛋了 现在停止测试了 真的 我现在觉得美国的疫情 美国疫情几乎是 哎呀 我现在特别 我现在觉得特别 没底 真的 我现在看美国的疫情 真的不像大国 大国要是什么疫情 怕 高科技一下就解决了 我们又活在 活在这个是吧 一个安全的世界了 你看美国 哎呀 都等着疫苗了 都等着美国自己的疫苗 英国的疫苗了 结果英国疫苗率先有问题了 不良反应出来了 哎呀 所以你看后续吧 后续 这美国的疫苗 如果啊 如果也出现问题 那就剩中国和俄罗斯 两个毒苗了 反正那些小国的疫苗 我就告诉你 千万不要用 他连自己实验人数 都没凑齐呢 你怎么能保证安全 俄罗斯这个疫苗啊 现在也没有啊 也在什么印尼啊 在菲律宾进行实验 现在也没有爆出来 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相近大国 如果美国那两个疫苗 也完蛋了 或者也出问题了 那这个你看现在啊 英国现在疫苗停了 美国疫苗正在研制 两个 中国疫苗 也发布了 对吧 但是也在进行 大规模实验 12月份才能上市 俄罗斯也发布了 也在这个各个国家进行实验 你看看啊 中国美国俄国还是这三家 英国现在这个疫苗啊 就是一个毒苗 对吧 毒苗现在也停了 中美俄还是世界上主要三家 主要这三个力量 这就是国力 看透吗 如果后续美国那两个疫苗也出问题 那就会出现非常有趣的一幕啊 就美国大选啊 可能这川普就完蛋了 你天天反中反俄 结果你的疫苗得从中俄进口 美国的两个疫苗也完蛋了 得从中国啊 俄国进口 英国的疫苗呢 你的盟友疫苗也造不出来了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觉得这个事会让川普非常尴尬 好